佛是具有正知正见一个觉悟了的人 我们学习佛法是学习佛陀的智慧 转迷成悟 离苦得乐 佛是喜舍慈悲 念念为众生 具有正知正见一个觉悟的人 我们学习佛法是学习佛陀的智慧 是求得转迷成悟 离苦得乐 最后达到成佛的目的 你有发现了 你从哪里要再去修改 那一次一次用这样的一个 能够去很多的道理方法来静下来 去思考 去改变 那你一次一次的调整 当然伤害就越来越少 这个都是要时间空间的累积 佛 这也是师父还要不断去努力的是 怎么样把这个佛门里面的这一些所谓的明相 要很贴切地在生活中我们能用得上 因为佛陀思想里面讲众生平等 所以我们听到的佛感觉 刚入门的菩萨们 他不一定去认识他的内涵的时候会认为 他就是泥塑木雕的 或是我们普遍普罗大众看到的殿堂里面的佛 佛在经过多年艰苦的修行之后 用亲身经历 证悟道理告诉我们 让我们知道人生无常 总会经历生老病死 让我们从诸苦中解脱出来 学习真正的智慧 而这种智慧能够带领我们到达永恒快乐的彼岸 史方新闻过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